河南省本轮高温天气具有范围广 持续时间长、强度大的特点 截止到6月22日前 河南省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 此前6月16日 全省120个国家气象站中有59个站 日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 其中最高温度为临州气象站 达42.0摄氏度 全省92个站的地表最高温度超过60摄氏度 8个站最高地表温度超过70摄氏度 西侠站地表温度达74.1摄氏度 为全省最高 为何河南此轮高温来势如此凶猛 据悉,受大陆暖高压级冬移影响 西北干热气团冬移至河南一带 同时,底层南风加强北上 加上云量稀少 在强烈光照加持下就会增温迅猛 而且,此次暖高压级控制持续时间较长 导致这轮高温持续时间长 这温度到底有多日啊,消息要给大家做一个消失眼 果都拿出来了,咋做呀,消息 因为老家这边啊,这两天都是39度,40度里大高温 给大家看看现在记得了 超贼站我等于说一会儿都晒毛影了 收集现在是亮点半 我也做一个消失眼 嗯,现在是亮点多了 最热的时候给这个果,超贼放 晒个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之后 咱拿一个几单,看能不能给它减数啊 不过看人家都减数了,我也得想试一试来啊 你应该出来提药,我觉得我能在时啊 也不至于能减几单嘛,我感觉 这不就是一探究竟嘛,是不是 好 烟见为室,而情为许一 把这晒吧,几小时啊 晒半个小时吧 晒到半个小时 那来一个是个女的,成雷子盐子 最热的是啊,你看现在这个菜啊 小西海爷的菜都泥了 看,这爷子都呆了下来了,不止冷了 哎呀,心事难受不了 感觉感觉的 哎,在这套能吃了吧 能啊 给大家看看啊,这套说 以为这个小 几年的套不容了 几年的套不容了 然后一场大风给它套,小套都刮下来了 那就剩这一号的 张力也不是得好了 还专门买了一个王,王家来还 又不上来 看这闷,晒一上午啊,少收 然后这个池啊,前头 稍微也给它折一下一样啊 要不然这池啊,根本都没法进去 哎呀,看这大街上 给它骚大脸啊 别骚大脸啊,还感情人不过人 那门口中的套哄 哎呀,年了,年了,不中了 那个可以包那个红纸椰来看 这都已经开了一堆了 咋有了? 时间到了啊 准备好一个鸡蛋 咱来做一下实验 你才会是啥结果 够呛 我感觉啊,起码得发生的变化 这个鸡蛋,觉得也发生的变化 因为我刚才一摸呀,真是少收这个锅 来吧 你其实应该从早上都搁着晒 晒到现在都有效果了 晒的实验场了,其实也就难用 它的温度在身上也就难用了,找不着 汤都准备好了,今晚也准备吃上来 来吧,见正气急的时刻啊 朋友们 不能再,你这晒的 啥事啊 说明,啥事啊 说明我还能到家里 怎么发现啊 人家的肯定都是那国家 火上烤马的,拿着鸡子的 不应该啊 不忠 叫猫猫这锅 哎呀,论说要少收啊 这锅要少收啊 家里呢 那脑还是,我弄不够啊 浪费了鸡蛋 去搁检果上捡吧 浪费啥 直接上锅下 不忠 这温度还是大不到吗 嗯,大不到,大不到 实验失败 哎呀,有个黄瓜嘛 这个黄瓜吃 这不能败败出来一趟啊 实验也失败了 这个黄瓜啊 干杯 就这俩黄瓜 叫咱俩吃了 你看,我还发现啥 这叫吃着黄瓜 看着枯果 嗯,今天这枯果不错啊 嗯 葡萄家不种葡萄了 之前是种枯果了 谁和葡萄做不懂啊 嗯 之前叫他畅上胖子 那就枯果了 那小小小有没有吃一种栗子 给这个可想是简结的 整理可想 那也叫荔枝啊 嗯 这个红肉的 烤肉的 烤肉 烤肉 嗯 种点它 明天吧